第1856集 啪 拇指粗的棍子在那小子身上可就开了花了 这一棍子下去 棍子都把抽成的木丝 气化在空气当中 叶浩轩这一抽这力气有多大呢 可想而知 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传来 那小跟班的一条腿被叶浩轩都给抽断了 骨头断了连着筋 他在那里撕声惨叫 在地上翻滚 众人都不由自主地抽了一口凉气 叶浩轩这一棍子下去 这真的是太狠了呀 一根拇指粗的棍子也就罢了 但是 这么一根不算粗的棍子居然把一个人的一条腿给打断了骨头 这一抽之力 那该是有多恐怖啊 你妈的你敢打我兄弟 上 把他给弄死在这里 绿头大怒 他招呼着众人就向叶浩轩涌过来 但是这些家伙们 小胳膊小腿的 怎么可能跟叶浩轩相比 不到半分钟 这群混蛋全部倒在地上 叶浩轩把他们放倒以后 也不跟他们客气 他走到了这些小混混们的跟前 一脚一个 把他们的左脚都给踩断了 这 地上的惨叫声不断 现场唯一一个没有受伤的就只有绿头了 他瑟瑟发抖的看着叶浩轩 牙齿上下打站了起来 狠人啊 这才是真正的狠人啊 他们那个那算个屁啊 虽然绿头等人在这一态内算是地头蛇了 他们负责保护费这些事项 平时呢是装出一副狠角色的样子 但是事实上呢 他们就是一群怂包啊 他们之所以狠呢 就是看起来狠罢了 但是事实上呢 如果遇到了一个稍微比他们狠一点的人 他们马上就成了一群怂包了 叶浩轩这首简直要把他给吓死了 我的个娘啊 他看着自己的小跟班的左腿 那都是被叶浩轩一脚给踩成这样的 他自己的腿肚子也就开始转筋了 他不由自主地开始发麻了起来 你 站起来 站起来 叶浩轩指了指绿头 不是 大哥 我 我站不起来 我腿麻 绿头颤抖着声音 我让你站起来 你就站起来 叶浩轩冷笑一声 就你这点水平你还敢来收保护费 那是不是道上没人了 所以派你们这几个怂包过来 大哥 你就饶了我吧 我也是守人之拖啊 绿头这会儿说话 都说不清楚 他牙齿大战打得厉害 受谁之拖 受马哥 对 就是娱乐城的马哥 他才是我们的老大呀 绿头连看叶浩轩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这家伙也太没有骨气了 叶浩轩还没有对他动手呢 他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招了 哦 哪个娱乐城啊 叶浩轩冷笑 就是大学城那里的一家娱乐城 那是马哥的地盘 他控制着中医学院附近的所有地盘 绿头哀嚎的 大哥 我们真的不容易 我们也是混一口饭吃罢了 但我们只是底层 最底层的跑腿的 我们干的是最辛苦的活 而且拿到手的钱 也分不了多少的 真正的钱 那进了他们那些人的腰包啊 我们只是小角色 我去你骂的不容易 你不容易我们就容易了 啊 围观的人群中 一个摊主终于忍无可忍了 他抱了一句粗口 哇 他这头一开 这鱼下看热闹的摊主 这都压抑不住自己心中的怒火了 还你他妈的不容易 那我们算什么呢 啊 我们起早谈黑辛苦的摆个摊赚钱 一天累死累活的 大部分赚的钱还得给你们上购 是啊 这种人渣就得去死 一群人闹哄哄的 他们现在恨不得把绿头给打死 我再问你一句 马哥叫什么 我去找他的麻烦 总得知道他叫什么吧 不然的话 我去找谁呢 马 马东阳 绿头战战兢兢的说 他偷描了叶好悬疑 然后害怕的说 他 他是我姐夫 哦 哼 说到头你还是有关系的呀 呵呵 马东阳 没听说过 叶浩轩冷笑一声 他回过头 各位 这家伙可恨不可恨 可恨 摊主是越为越多 他们的声音出奇的整齐 那你们现在想怎么处置他 打他 众多摊主毫不犹豫地说 那好 现在我就把他交给你们了 叶浩轩走到一边 他唯唯一笑 呵 你们有仇的报仇 有冤的报冤 千万不要对他客气 能把他往死里打 千万不要给他流一口气 打他 打死他 这摊主们是越为越多 愤怒的摊主们向绿头冲来 绿头撕脚道 你们谁敢动啊 我姐夫是马哥 你们谁敢动啊 我说你们吃不了 动着走 真是骗动啊 他这话音一落 本来冲动的人群 果然安静了下来 绿头松了一口气 不管你叶浩轩是谁 但是他姐夫的名头在这里 在这些人的跟前 还是有作用的嘛 突然 一只拳头就飞过来 一拳砸在绿头的鼻子上 一个大汉冷声哼道 你的姐夫是马哥又能怎么样 反正老子是不打算在这里干下去了 先揍你一顿再说 对对对 先揍他一顿再说 既然有人开了头了 那这些人也不对这家伙客气了 一群人涌了上来 对着绿头青年就拳打脚踢的 我姐夫是马哥 他是这里关事的 你们敢打我 我让你们都去死 绿头的声音很快就被烟幕在人潮当中 一层又一层的人围上来 把他给往死里打 这些东西对叶浩轩而言 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 这绿头不过是一个小角色 但中医学院附近 已经是被人控制了 叶浩轩记得中医学院刚成立的时候 他颁布过一系列的措施 这个地方只是绝子读书的盛堂 不容许任何人在这里胡来 但是今天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都已经脱离了叶浩轩原来的想法 叶浩轩要弄清楚 这幕后到底是谁来这里搞事情 只要他弄清楚了幕后的人 不管对方是谁 叶浩轩保证都会让对方付出代价 马东阳是吧 叶浩轩倒要看看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京城的不夜城 尤其是大学的附近 每天节假日日的夜里 这里更是热闹 而在这些地方当中 最热闹的地方还要数酒吧这里 叶浩轩打听了一下 得知了这里最大的一家酒吧的位置 他笑了笑 向那家酒吧走了过去 一推开门 里面一阵让人头疼的气息 迎面扑了过来 劲爆的重金属音乐 以及酒吧里面乱七八糟的人 舞池中扭动着身体的男男女女 叶浩轩扫尸了一眼 他就看得出来 这里面的学生占据了一大部分 而有些则是从其他地方来这里 寻欢作乐的 帅哥 过来 来来来 到这来 叶浩轩刚刚的进入到酒吧里面 便有一个打扮得很清纯的女人 向叶浩轩招招手 有事吗 叶浩轩笑了 这女人一看就是社会上的人 她穿着这一身衣服 怕是假扮大学生的吧 因为有太多的富二代 喜欢到这大学的附近门 所以说现在 有些女人呢 把自己打扮得像大学生 这样也是为了更方便的勾搭人 没事 就是看你长得帅 想认识你一下 没问题吧 女人对叶浩轩黑黑一笑 我是大三的学生 你呢 我说我是学生你相信吗 叶浩轩反问他 我才不信呢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是社会上的人 而且还是一个高富帅 我说的对吗 女人说着 向叶浩轩暗送秋波 我看你也不像是学生啊 叶浩轩笑呵呵地坐了下来 来这里挣钱呢吧 讨厌 这么快就给人家说破了 女人见叶浩轩认出来了 她也就不装腔做事了 她跟跟一笑 帅哥 来这儿找叶浩的吧 不然呢 大晚上来这种地方干什么呢 那帅哥你的收获如何呢 女人又问 不怎么样 现在的学生妹啊 太难搞定了 以前的泡妞招数 对他们来说 都不怎么管用了 唉 你们男人 就是喜欢年轻的 要我说 年轻的有什么好 年轻的 哪让我们这些青场老手 了解风情 了解男人 女人有些忧远地说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 叶浩轩意外地看了这女人一眼 没想到这女人怨气挺重的嘛 她黑黑一笑 可是我偏偏就跟那些人不一样 其实说真的 我不喜欢学生 太年轻了不解风情 青涩 还是你这种情场老手啊 一个眼神就知道我想干什么 叶浩轩不怀好意地说 哎哟帅哥 今天我算遇到知音了 叶浩轩的话 让女人激动不已 她说 现在的生意啊 没有以前的好做了 哎 有些没有出学校的丫头骗子们 也来跟我们抢生意 你说现在有一部分女生 放着好好的书不读 追求这个追求那个 他们父母的血汗钱 就是让他们这样糟蹋的 不至于吧 我经常来这边的 为什么我都没有遇到呢 叶浩轩微微的一愣 难道我长得不帅 不 这不科学啊 我的帅是公认的 不是你长得不帅 是你没找对地方吧 一看就知道你不是老司机 不然的话根本不需要带路 你自己完全都可以找得到的 叶浩轩个儿个儿笑道 美女 看样子你对这些东西很了解嘛 不如这样 你教教我吧 叶浩轩黑黑一笑 你不是喜欢像我这种的吗 女人笑道 哪天带哥们尝尝鲜味 你说说 哪个地方好玩 带我去玩 要说好玩的地方 大学城附近真的是多了去了 不过嘛 女人说到这里 就故意把话给拉长了 哈哈 当然 带我去好的地方 到时候好处少不了你的 美女 你看怎么样呢 当然没有问题了 有钱不占是王八蛋 女人笑了 那好 一言为定 不过 我可得把话先说在前面 你得带我去找那些真正的女学生 你可别把我带到你姐妹的窝里面去 哈哈 就你这小身吧 如果我把你带到我姐妹们住的地方 那群妖精们还不把你给生吞活吃了 女人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 你放心 我是有职业操守的 我说带你去好玩的地方 就带你去好玩的地方 那好 事不宜迟 走吧 叶好璇站了起来 两人一前一后地走了出去 女人带着叶好璇向一个方向走去 她一边走 一边埋怨道 现在的小妖精们 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我们接活都不好接了 你看 这些开跑车的公子哥们 来这儿啊 就是寻求刺激的 女人说着 指着前面一家会所的门口停着的跑车 有些酸酸的说 年轻果然是占优势啊 你年轻的时候肯定不比他们差啊 叶好璇笑了笑 当然了 我现在还是一朵花呢 不过就是没在学校读书罢了 就这么一个差别 身价可差远了 我要是在年轻几岁啊 哼 你死那些王八蛋们 女人酸酸地说着 话说啊 你们这地方还挺神秘的 有些女生纯粹是出来玩的 有些纯粹是来赚钱的 是不是 是